你已經登入我們這個TinkerCAD之後 你看這裡就我之前的版本 這邊做的 用TinkerCAD的一個很大好處就是 我雖然結合了好幾個模型 它還是可以隨時再拆開 這是那個很大的優點 你如果不能隨時拆開就很可惜 其實我做那個版本 我之前還有另外一個版本在這裡 本來想說簡單一點這樣就好 結果後來發現這樣也不是很穩定 所以就再改變一下 所以呢像這樣子 這個呢我們先看一下 如果你要做一個新的設計 你就按這裡 新的設計 它就進到我們的標準的介面 基本的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進來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它右手邊這裡 就有一些基本的造型文字 然後組件跟原件這些 那在基本的造型裡面你往下捲動 它就有這些工具 這些工具 如果你特別要打文字的 你就是用右下角這個文字工具就可以打出來 它就馬上變立體 當然 我還是跟各位講 中文字型 就是出題而已 它就只有出題 沒有我們剛剛看到的 就是那些比較特殊的 那些還是要另外 就是用SVG這樣匯進來 SVG把它匯進來 好 那 這裡呢 有比較特殊 就是這兩個 有沒有發現 有這個還有這個 看起來都是四方形 矩形 跟圓柱 可是為什麼這兩個不同 因為這兩個是用來打洞的 好 打洞的 可是呢 其實即使你用下面這個 也可以打洞 也可以打洞 所以你今天要什麼 你就丟出來 這樣是不是就有了 那你要調整你的角度 你可以從上面這邊做調整 因為這個跟一般3D軟體的操作都一樣 你也可以從這邊按滑鼠的右鍵 如果你不想要從左上角 你就按滑鼠的右鍵這樣調整 那前進後退就滾輪 好 這樣就滾輪 那你看我點一個 我再把圓柱丟出來 圓柱丟出來 放進來 好 這樣放進來 那你要高一點 你看這邊 跟我們剛剛很像 我們都會有S軸 Y軸 跟Z軸 所以它 在這個上面呢 都會有這個軸向 你如果拉這個軸向 有沒有就只拉這裡 你看這裡 有沒有一個軸向 我滑過這個軸向上面的話 它就只控制那個軸向 你今天如果不在這個軸向 你這樣子 是不是就自由移動 就自由移動 像這樣子 那你要變大變小 怎麼辦 拉到 按住這個 放過來一點 點到它 你要變大變小 你就要找囉 這個是旋轉 有沒有 滑過也是旋轉 我們找看看 這邊也是旋轉 這裡也是旋轉 放大縮小 這樣子的 你就要換不同角度一下 再點到它 它會有一個 這個 這個是平面的 有沒有 平面的縮放 好 這個是立體的縮放 這個 有沒有 所以你要找的點不一樣 好 要找的點不一樣 我今天要小一點 這個中間 正中間的是等比例的縮放 好 你按住shift 我就等比例的縮放 好 這樣好了 移動一下 拉高一點 拉高一點 那現在是不是兩個物件 如果你想要打洞 你可以把這個 我現在點到的這個 圓柱 有沒有發現 它有一個屬性就在這裡 你可以實心的 也可以是空心的 空心的 對它來講 就是要打洞用的 有沒有這樣就有空心 可是這樣還沒有變打洞 要怎麼樣才能夠變打洞 組合 對不對 把它做組合 什麼叫組合 把它框起來 你看這樣框起來 組合組合 對它來講 叫做群組 叫群組 你把它按下去 點旁邊一下 有沒有真的打洞了 這樣 有了解了嗎 所以 這是它基本的操作 那我剛剛講 它最大好處就是 你還可以隨時回來 所以我點到它 取消群組 右上角這裡有個取消群組 按一下 你的有沒有就回來了 所以我們在做模型的調整的時候 比較方便 那為什麼我要回來呢 因為其實這個 我們並沒有對到正中間 你看這裡 我這兩個 其實是沒有對到正中間 對不對 這個 對了 如果你要平移怎麼辦 我們剛剛講 左鍵是不是旋曲 右鍵是不是旋轉 右鍵旋轉 你要把它拖曳平移 按滑鼠的中間 來 這一支你們都有的 這個 滾輪按下不要放 拖曳 滾輪按下不要放 有沒有就可以拖曳 對不對 好這樣就可以平移一下 這樣有沒有了解了 來先問一下 你有沒有 誰還沒有用過這個TinkerCAD 第一次使用 你不要用過 OK 我這樣講 有沒有一點基本概念 有啦 好 那這個 我們需要一個問題 要對齊 對不對 它有很不錯的對齊工具 你看 我把它對齊 我把這兩個一起選起來 你有三個也可以選三個 我就用框的 按左鍵 框一下 這樣就選起來了 然後哪裡有對齊的工具 你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對齊的工具 這個地方 右上角這裡有對齊的工具 把它按一下 按一下 好 這時候你會發現 他們家 好像 看起來有一點點不一樣 有沒有很多 這個一點一點的跑出來了 要給你對齊的 如果你要他靠上對齊 你滑過去他會先做一個預覽 有沒有 按一下 有沒有大家都靠到上面對齊 對不對 當然你可以還原 左手邊有還原 所以你看 我在選一次 選起來按對齊 如果呢 你要靠中間 我現在怎麼樣靠中間 是不是要把這個 這邊 是不是要靠中間 這邊 所以要找哪裡 是不是找下面這一點 有清楚嗎 所以我現在 這一邊的靠中間 按一下 有沒有至中 現在就在正中間 我翻過來 翻過來 翻過來 這樣 翻到這邊 這一面 這一面 是不是也要靠中間 所以我點中間這個點 按一下 這樣子 我就會在正中間 有沒有 這樣有沒有發現 他的操作方式了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去做操作 那這樣好了 我再來做群組 群組就是打洞 如果你是空心的話 就是打洞 如果是石心 就是兩個組合起來 如果是石心 所以你看 我們在這邊 如果點到它 我現在還原了 石心 組合起來 群組 有沒有變成一個 他的顏色就會變一致 表示這是一個 當然顏色你不一定 一定要什麼 這個顏色你可以換別的顏色 就可以從這邊去選 這樣有比較清楚了 這個是他基本的 操作 那麼如果你需要文字的話 你就可以從這邊 把它弄進來 點一下它 丟進來 但是我剛講過 這個 你在這裡面文字 很抱歉 它只有什麼功能 如果你要打中文的話 它只有 像你現在看到這個黑體 點到它 這裡打開 有沒有發現沒什麼中文 就這樣而已 但是只有中文是可以的啦 只是是黑體 黑體 來我們看一下這邊 好 這個 中文 好 在這裡 那這裡呢 每個模型 預設的模型 都有這裡可以調整 有沒有一個高度 封起來 有沒有 在這裡 就是你把這個造型 這個 這裡打開 是不是就看到了 高度 倒角 倒角你這樣看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跟這個線段會有關係 這個線段 什麼叫線段 也就是說我今天 今天在這裡 像這樣子 假設我有這樣子 如果我要把它折起來 變這樣子 我中間是不是有好幾個折點 如果它是零 代表說我中間這一段 好像更底感 換 凹尾叮噹 這樣就沒有用 所以你做倒角就倒不出來 我們倒角要怎麼做 是不是像這樣子 然後這邊會有斜斜的 叫倒角嘛 所以你看 這個線段 因為這跟真正3D模型一樣 你看我把它拉高一點點 我線段比較多 我來做倒角 各位有沒有覺得 倒角有感覺了 這樣看不出來 你們看不到 來 我把它移下來一點 這樣 換個角度 這樣 有沒有看到這個倒角了 這樣有了 所以你那個 我們這個也是一樣 標準的模型 它標準的模型 我丟出來 你看 丟出來 你都可以透過這個參數 這個參數 倒角 增多 背後 這樣有感覺比較硬嗎 這樣很明顯吧 你今天這個線段不夠多 有沒有就比較硬 因為它不太能夠折嘛 不太能夠折 越多就會越Smooth 越多就越Smooth 這個是它基本的一個使用方式 基本的使用方式 這樣OK 剩8分鐘 印章要做出來 哈哈哈 好 來 基本的大家有概念了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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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